一台黑色冰式休旅車 半片擋風玻璃碎裂 車頭也被撞到嚴重變形 貨照鏡整個斷裂 但最嚴重的还不是这一台 看看另一头黄色机车 被这么用力撞 整台机车横躺在马路边 车体零件喷飞四处 连安全帽都掉了好几公尺外 现场残破不堪 警方抵达后 干净出动吊车 将被撞回的机车和休旅车 立即掉离现场 车祸就发生在滨海公路 75.6公里处 黑色冰式休旅车 正要从停车场出来 往宜兰方向开 结果不小心撞上对象车道 往瑞芳方方向的双载机车 机车上两人直接喷飞 重摔在地 后座的19岁男大生 宋义抢救中 而机车骑士则是当场 没有呼吸心跳 经急救后还是宣告不知 初步调查冰式休旅车 撞击点位于左前方 有可能是从路边开出来 没有注意到对象机车 才会发生擦撞 但详细肇事原因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者朱丁永时方 新北市报导 放入 冰箱 您好想